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都是雞少成多 滴水穿襲 日積月累 可是有些就真的是體質嗎 我覺得不是 是什麼 是吃東西的習慣 對 生活作息 真的 今天有專家來賓要教我們 好 來 首先歡迎 上班族最愛的表演老師沈 表演老師沈 表演老師沈 邊保養邊瘦身的好方法 等等告訴你 歡迎老師 她常常在剪中的美女蔡穎潔 歡迎老師穎潔 不要再隨便相信網路的秘方 因為它會讓你越來越胖 差了一巴掌的吧 為什麼 她剛笑了 直接羞辱她 一幫許願老師修理 對 老師... 我不敢了 你已經有吉祥話 還是讓她出場好了 要... 要 歡迎減重名醫邱正宏 嗨 體重減輕 未必漂亮 線條變美 令人激傷 在這邊就一個 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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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條很漂亮對不對 厲害 回過 回過舒服 試不過三不能再第三次了 來 歡迎運動天王 潘若迪 健康你要快 千萬不要耍賴好不好 運動可以慢 絕對不要斷 I love you 好 我們來看看幾種狀況 首先 把無糖飲料 火汁當水喝 因為像我生完之後 我覺得最明顯就是水腫 所以我就很克制 我一天喝水的量 大概就是一杯半的馬克杯 加半杯的奶茶 可是我會覺得很奇怪 我喝這麼少 為什麼我還是腫成這個樣子 水腫都不會消 真的嗎 我有個朋友是他最近懷孕 然後他因為他孕吐很嚴重 所以他每天只能喝那種 流質的果汁 他才會覺得比較舒服 他整個人就像吹氣球一樣 體重一直飆升 然後醫生還說 他就是胖到他自己 沒有胖到寶寶 那醫生很酷 就沒有跟他說為什麼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果汁不是可以很輕鬆 可以就是攝取維生素 醫生叫他不要再喝果汁了 這個我可以解釋一下 你們水果不是 口渴的時候拿水果來 果汁來喝 你知道嗎 當你不斷的喝果汁的時候 你血糖不斷的上升 你知道身體會怎樣 胰島素會跑出來 把血糖壓下來 糖尿病就是這樣 糖尿病就是 對 跟這個有點關係 因為你不斷的吃甜 喝甜的 對 就容易導致糖尿病 而且會有一個胰島素抗性 就是說胰臟 胰臟這邊要分泌胰島素 分泌到他累了 分不出來了 所以你就得糖尿病 然後你的細胞 天天有胰島素告訴他 趕快儲存脂肪 趕快儲存這個血糖 結果就導致他抗性變成糖 這樣之後 是這個原因 你也常去大陸對不對 對 是 你有沒有注意到大陸最近 就是流行先吃水果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因為我好幾次在大陸的飯局 對 他們先吃 說先上水果 我想不是才剛開始吃飯 就趕人走了嗎 對 因為我們在台灣 是最後一道才吃飯 對 就他們最近流行這樣 是的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 是全世界最肥胖的國家 從2012年開始 所以他們現在很多肥胖的國家 我常常被硬要到大陸去講這個肥胖的問題 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我告訴你 倒過來吃 對 倒過來吃 你真的逼不對 還是很想喝一點甜甜的東西的話 你可以用蜂蜜取代 加一點蜂蜜也會比較好一點點 不要用那種精緻糖 可以選擇一下 或者是市面上現在有出一種是這一種 這個是裡面有加橘鉅纖維的水 然後這個 對 然後裡面有加纖維質 然後它裡面主要85%都是水 只有水而已 所以它就像礦泉水的水 可以買得到嗎 買得到 有甜甜的水 然後這一個紅色蓋子是蘋果水 所以可以喝喝看 可以嗎 這全新的 對 然後這一個綠色比較特別一點 它叫做西瓜水 對 西瓜也很好喝 太甜了 沒有 它沒有什麼甜分 它就是一點點香氣而已 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想要 真的很想要甜 好香的 問題是你就卻不要 攝取那麼多糖分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這種水 不過不用喝太多 你可能偶爾喝一下 不甜 是清香的 就蘋果香的水 對 起碼你可以改善說 你可能很愛吃甜食 喝甜的東西這樣子 對 壓一下 像我之前 我是嘗試過綠茶減肥法 大家應該都聽過這個減肥法 我那時候連續三個月 我每天都把綠茶當水喝 然後一天的攝取量 大概是3000CC 反正這個時刑減肥完之後 也去照了胃鏡 重點不是這個 我那時候一天喝了3000CC的綠茶 但是因為怕營養素不夠 所以就聽信別人講的 我覺得他說一次要吃掉很多的水果 但是因為一次要攝取很多種類的水果 其實並不容易 我就想說那我這樣子好了 我去買人家打出來的那一種 綜合果汁 對 綜合果汁 而且一定要叫他去糖 想說這樣就健康了吧 我每天喝3000CC的綠茶 又喝三杯果汁 應該是瘦得很快 結果剛剛有講 我除了去掛肠胃科照胃鏡之外 連那個差一點點的糖尿病 我那時候覺得說 其實一天三杯果汁應該還好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差一點點 因為要飽 因為我三餐等於都沒什麼吃 都是喝果汁來補充營養素 1500CC 對 1500CC 然後再加3000的綠茶 對 所以我吃那個就飽了 我就沒有再多吃別的 允潔這個有一個重點我要跟大家講 尤其是觀眾朋友要特別注意 你知道我們有些人是用水果減肥的 那他這一餐什麼都不吃 就光吃水果餐 對 OK 其實你們知道嗎 如果你這一餐的熱量來源 果糖的比例超過25%的話 你知道這個 我們葡萄糖會變成肝糖儲存 在肝臟跟肌肉當中 預備能量的儲存 但是果糖有一個特徵 果糖就是說 一旦果糖的比例超高的時候 它不會儲存在肝臟 BIPASS直接經過肝臟 跑到血液當中合成什麼 三酸肝油脂 對 所以常吃水果餐的人 他會去驗血 他會發現說奇怪 他的TG就是那個三酸肝油脂 怎麼會偏高呢 對 我好高 對 就是這樣子 所以千萬不要以水果餐減肥 這個是要特別聽到 而且你這一餐 如果光吃水果 你知道會有一個問題 怎麼樣 很容易油餓 對 很容易油餓 因為葡萄糖上升得快 下降了一塊 兩個小時你就餓了 你就忍不住要吃東西了 所以這種通常都會失敗 真的是 好失敗 我們要小心 第三個是 正餐不吃只吃低卡零食 對 應該沒問題吧 因為像之前不是肚子餓人家 就說那你不要吃有熱量 你就吃小蘇打餅乾 而且又可以顧味 所以這應該很OK吧 對啊 我一個朋友 他就是說他要減肥 他就吃那種 有一陣子很流行 那種低卡的蒟蒻條 對 對 我就怕他每天在那邊 狂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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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但是他吃了快要兩個月 就已經快要 所以吃的是樹椒 北安 你也吃 要客出果汁也有 但是也沒看他瘦半公斤 但是加工品吧 就覺得應該沒用吧 好 其實我來解釋一下 這個也是很多人的 減肥的方法之一 但是這個是非常不健康的做法 為什麼 你三餐不正常的吃 然後你光吃零食 來指你的飢餓感對不對 這個結果只有八個字 叫做營養不良 所以不可以用這種方法 你還是要正餐 你知道 你一般來講 我們有六大類飲食的營養素 對不對 那你看你餅乾只有什麼 只有餅乾的油脂 而且還是凡是脂肪 對不對 然後餅乾裡面又是澱粉類的 高熱量的營養 精緻澱粉 其實澱粉也是一樣 剛剛水果有點像 快生快醬 一下就餓了 所以你不斷的吃 不斷的就 以老素一直分泌了 對 一樣的問題又來了 所以千萬不要這樣 所以我們要講 還有那個蒟蒻乾的時候 蒟蒻乾實際 事實上講是低熱量的 那你有餓的感覺 想要嘴饞嗎 這個時候你來 咬一咬蒟蒻乾 這是可以的 但是你如果光咬蒟蒻乾 什麼都別吃 都不吃 那正餐是不OK的 那這怎麼OK呢 這絕對不OK的 應該有了澱粉攝取 還是要有 范老師 現在也比較有 稍微參與感一點 我想讓他們 先慢慢先參與 我拉一直跟你對抗 我想說 講飲食 可以聊到兩句 可以 好 現在在後頭 不是因為太多人 潘老師 你狀態最好的那個時候 你應該飲食非常 控制 應該會 控制應該是還好 我沒有什麼在控制 但是因為我運動量大 所以我可以拼命的吃 可是某些東西 我還是會忌口 譬如說 我過了幾點之後 八點之後 我可能不再吃些 比較油脂的東西了 對 我會這樣 可是那時候是因為 比較年輕 所以可以盡量的吃 現在很多人 就是我班上有非常多的 就是你講水果餐也好 代餐也好 媽媽 對 就是講 有時候還有一種 特別的營養代餐 就是一包 對 泡水果 他就吃那麼一包 對 就泡水果 他會帶一顆鳳梨去那邊 想要旺旺的 對 還有一顆地瓜的 你知道 一顆番薯 他帶來一顆番薯 放他來撇屁 對 看起來不好講 真的不好講 對 不要這樣子 王伯伯 不要 不是 我是覺得 其實你該有的一些攝取 還是要有 尤其是澱粉的東西 飯就像是女生 坐在辦公室裡面 你平常的飯量 那個便當的飯量三分之一 都是要吃掉的 吃掉三分之一其實可以了 其他就不用了 還是要有 對 該吃的還是要有 對 我好喜歡看你那個直播 真的嗎 他教那個好好 可是我每次看 我也沒跟著跳 不過有看就不錯了 對 眼睛有運動到 好好看 你就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在很簡單的情況 和環境裡面 我們直播就是讓你知道說 你要運動 該怎麼樣做 我就帶著你 我陪著你一起 你懶 我就陪你 對 就這麼簡單 一種陪伴 對 那是一個陪伴 對 那這邊的話 是因為減肥 正餐不吃 實在是太多人會選擇待餐 因為有很多人都說 我就吃待餐成功的瘦身 為什麼我朋友吃待餐 就會有反效果 就是他越吃越胖不說 所以就不知道為什麼以外 就想說待餐 到底應該要怎麼選 又或者是應該要怎麼吃 才可以真的是瘦身成功 基本上目前醫學上來看 真正有效的減肥方法是待餐 真的喔 德國歐姆大學做過一個研究 他們發覺說 如果你每天一餐或兩餐 用待餐來代替的話 大概三個月以後 可以瘦掉你體重的百分之8.9 8.9 8.9就是10% 如果你是60公斤的人 就瘦掉快60公斤 對 是不是 一天只要有一次待餐 一次到兩次之間 如果兩次效果會更好 一次可以維持體重 是這樣的意思 好 現在問題來了 為什麼有人待餐會失敗 為什麼 因為待餐吃不飽 對不對 所以他可能這一餐 吃兩包待餐 三包待餐 或者是他以為吃這東西會瘦 所以他正餐吃完 再來多吃一包待餐 這個也是破功 因為應該要代替正餐 這個觀念一定要有 就我吃了這個待餐 我什麼別的都不吃 那我這一餐熱量就是200卡 那我原來可能要吃500卡的熱量 那就少掉300 是不是這一次 對 那還有就是說 待餐有一個問題 什麼 待餐就是說 很多待餐是泡完以後 像液體一樣的 那不用嚼對不對 咕嚕咕嚕一下就喝下去了 對 久了以後產生一個問題 你的咀嚼功能退化了 對不對 久了是多久 可能三個月半年 三個月半年 再來因為它是液體的 咀嚼要找誰 台大陳韻之醫師 你知道 這個 邱醫師知道 咀嚼有一個權威 咀嚼的問題 台大陳韻之醫師 超厲害 真的喔 對 還有一個問題 真的喔 真的喔 很厲害 頭腦他就會Pass 選擇性的 對 選擇性以往 還有一個問題 那個消化 這個吸收的消化劑也會特化一點 所以不能天天用 不能長期用這樣 我今天有帶來一個是鮮食包 在這邊 而且它有很多口味 然後像我今天帶來的 有一個是中華丼 還有一個是麻婆豆腐 這看起來太好吃了 然後它每一包裡面只有80卡 80卡 怎麼可能 對 它只有80卡 然後像我今天帶來的這個 像我自己搭配的是這個五穀米 所以你看你五穀米這一碗 大概算180卡好了 再加80卡 200多卡 然後我也有配上一些新鮮的蔬菜 等於說你這樣子吃起來 會比較有飽足感 而且它那個洞裡面 其實它裡面都有雞肉 有菜 有不同的菜 而且你可以去選擇你要的口味 老師 你可以吃吃看 起碼比你吃不吃正餐 然後吃那些帶子 不是帶餐 是吃那些零食 我可以把這個機會 讓給我們攝影大哥嗎 真的嗎 太餓了 太餓了 很有名分 然後我們攝影大哥 對 找到這個 對 他們沒有放飯 它這個做得很好 這鮮食的 只有80卡好吃嗎 它味道調得很不錯 很香 等於是調味包是不是 沒有 它是鮮食吧 對 它只要煮好了在裡面 但是不包括中間那一團 飯 飯我另外加了 所以如果再加飯的話 大概200多 對 好少 所以那個我吃囉 它味道很香 真的 不過我用的是五穀米 所以你要攪久一點 你就慢慢咬 慢慢攪 香化比較好 不錯 蠻好吃的 我吃覺得很好吃 香 只有80卡 對 只有80卡很好吃 那你可以把你的飯的熱量 要另外算 對 另外算 加飯就200多 不過我用的是五穀 就會比較好健康一點點 然後你可以配一點 像你可以有顆蛋 然後像一些湯千菜 然後這個是另外的 這是麻婆豆腐另外一個 它裡面主要都是野菜 不過它裡面還是有些 可能雞肉丁 80卡這味道很好 對 豬肉丁 醫生 這個怎麼樣 可以嗎 很好 就是說我剛剛還沒有講完 其實就是Sam的概念 就是說你把這個代餐 如果覺得說 好像沒有很飽足的感覺 可以做一個燙青菜 或者煮個水煮蛋 加一些料 對 白肉這樣吃一下 你知道以前沒有代餐這個東西 真的讓我很生氣 因為我是一個很愛吃正餐的人 我一餐都可以吃掉一到兩個便當 然後有一天就是真的被嫌胖的時候 我就想說 好 我既然會胖 那應該是正餐吃太多了 我就一度極端的 我就不吃正餐 只吃點心 我就想說 好 那既然我每次吃正餐 我都會胖 那我就吃點心 我就餓 一餓我就吃 譬如說巧克力 剛剛說的那個菊 沒有 巧克力我沒有吃很多 我就是可能吃個一條 就覺得說有補充到熱量就好了 有這麼大條 這樣子 有這麼大牌對不對 有 然後不然就是吃你們剛剛做的 那個蒟蒻乾 或是去那個 那個生鮮超市買那種 燙過的蒟蒻來吃 反正我就只有在餓的時候 會吃一些零零碎碎的東西 像那個蘇打餅乾這些的 然後其實我有去算熱量 這些熱量其實都沒有超過 我原本正餐吃的量 但為什麼還會變胖 很簡單 你算錯了 我可能一天加 你的數學 數學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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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究竟是妳回答得很簡單 等一下 我巧克力 我巧克力有選過 妳有選過 妳數學好不好 她有些是 我數學學測只對兩題 那就是真的壞 很多食品的標示 9938表64 24 64 對 97 97 56 不過有很多 有很多 現在很多食品的標示 都是後面標示 看每一份是100卡的熱量 是多少 搞不好就只看到100卡的熱量 搞不好那一份裡面有600卡 對 600克 等我一次嗎 她跟我們這樣騙人 MuMu她標示連錯 對啊 沒有騙人 100克的熱量多長 她學說一份100卡 本包裝含三份 對啊 那妳就看成三份 不是 就像人家說 譬如說這東西 它會寫得很小 這樣就是騙人 我要去教他們 很多人會算錯 很多人會算錯 被那個 包裝的量 對 是這樣子 算錯是一個可能 另外一個可能就是你 年紀大了 你代謝更差 你代謝更差 她小朋友 跟她一起 跟她一起 她現在 應該是 不是 不是 邱醫師你有沒有認為說 我們有可能被騙了 因為她都把那個 包裝不實 對 包裝不實 她都把那個 你還有包裝不實 我覺得妳算錯了 她都把幾份寫得很小 對不對老師 她都把幾份寫得很小 不過我倒是 好 這是一個方法 如果說你嘗試失敗 其實我有一個更簡單的方法 可以 減重過了頭 小心身體出狀況 拚了命的 拾命的減 一個月瘦了6公斤多 結果到攝影棚的時候 人家說 你是不是吸毒課藥啊 因為整個眼睛都狂神 然後我無法對焦 別人在講什麼 你都聽不到 然後而且前一天 像妳現在在看哪裡 妳自己知道 我剛剛看Monitor 妳看 妳知道妳可以對焦是對的 1號回家了 1號機 1號機 然後我就 2號 剛剛是2號 所以變1號了 沒關係 然後呢 妳現在忘了 其實妳要知道 體重就是反應妳的熱量平衡 對吧 妳現在會有這個體重 表示妳是昨天之前 這麼吃出來的嘛 對不對 好 妳現在不要這個體重 妳就不要像昨天那樣吃 所以我常常講 很簡單 就是妳三餐飯都留一點點 不要吃光 其實妳就會瘦了 對 就這麼簡單 對 行動嗎 妳就先想想妳現在這樣子體重 妳大概半年之間 都不要吃東西又對了 對不對 好辣 好 好 來到第二個 一下子減少太多卡路里 有問題 因為像我生完小孩之後 就很忙 所以我一天就只吃兩餐 我中午的時候會是吃早餐 就是正常早餐練早餐 然後我第二餐是 晚上7點的時候 大概吃半碗飯 然後就正常的菜肉量 那我就像醫生說的 我都已經減少一餐了 為什麼我還是瘦不下來 對 什麼 好 其實當然很多人 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多少年以前 這麼吃沒有問題嗎 對 為什麼現在這樣吃很容易胖 當然我們有 醫學上有做過研究 第一個就是 妳的代謝真的是變差 那這個代謝 不是只有年紀的問題 還有一個是什麼 肌肉量的問題 對 肌肉量的問題 你知道嗎 肌肉是我們身體裡面 最大的一個代謝器官 年輕的時候 大學的時候 你可能運動量比現在多很多 你現在當媽媽之後 可能又在上班 你可能 你的肌肉量慢慢的萎縮了 所以你的新陳代謝會下降 對 所以呢 你千萬不要講說 我以前這樣吃就不會胖 為什麼現在這樣吃會胖 這個就是一個迷失 所以你要維持體重對不對 以前 對 要隨著你的年紀 慢慢慢慢的減少食量 然後增加一點運動量 這樣的話就會成功 很簡單 你在還沒有生之前 你開始去測一下 你自己的肌肉量大概有多少 比如說 也比如說你摸手臂的時候 你發現手臂很硬 那表示你的肌肉量是夠的 可是生完小孩之後 你發現它有點鬆軟了 那就是你肌肉量不夠 不過那個時候你需要補充 那代謝一定變慢 這完全是真理耶 對 所以不是看體重而已 對 那個肌肉量那個 我之前看電視啊 好像就是邱醫師說的 就是說 他上別台是不是 減肥的時候 真的 減肥的時候 要看你一天攝取的總卡路里 那如果說我今天一整天 都沒有吃東西 那我最後睡前的時候 吃一團大的 但是這個是有維持在 在我今天消耗卡路裡面 這樣我是不是也會瘦 你看嘛 你看布拉雅看我的節目 你看他身材那麼好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我也有拍你的節目耶 不過你今天跟我面對面的話 你的身材 聽了我講的以後更好 我來回答你的問題 你剛剛講的沒有錯 完全正確 這個也可以 對 因為你 你整天早上都沒有吃 你只有晚餐那一餐吃很多 但是還是沒有超過你一天的需求 你的消耗就這樣 你當然不會胖 為什麼 我告訴你 你們都會以為說 那我吃飽我就跑去睡 但是 但是你不要忘了 他第二天醒來以後 他如果跟今天的生活作息 是一樣的 明天的早上白天 會把今天晚上的熱量消耗掉 你懂我這意思嗎 但是 唯一的問題就是 怕你今天只是一個特例 你今天因為很忙 所以你晚上這樣吃 可是明天你起來 早餐也吃 午餐也吃 晚上也吃 那這樣就沒辦法了 對 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可是白天吃 他還有一整天可以消耗 晚上你睡覺前吃你沒消耗 這個是非常正確的觀點 就是說你晚上睡覺 沒有錯 你的食物可能 加速嗎 不是 你的晚上睡覺以後 因為你知道睡覺的時候 腹膠感神經起來了 膠感神經是不是比較下去 對 所以這個時候 腹膠感神經是不是跟腸胃消化有關係 對嘛 所以這個時候本來消化應該要提升 可是剛好你在睡覺 所以它食物也因為這樣而 血液循環變慢了 對 那這個食物可能會停留在胃部當中 對不對 明天起來你一定會感覺到 我的食物還在胃裡面 還飽飽的 還吃不下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時候明天起來你就 有的人是因為前一天晚上去喝酒 去應酬 這種人如果怕胖 第二天起來要刻意的減少食量 對 就第二天早餐本來我可能吃 吃少一點 對 要刻意吃少一點 把昨天的熱量消耗掉 這樣的話就不會有問題 好像有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 當然有道理 那我也有問題 因為我可能有時候就會暴人暴死 我可能覺得我今天吃比較多 我隔一天我可能就是少吃一餐 或者甚至於我會去便利商店 因為我有聽過營養師說 我只要掃7700卡 就會掃1公斤 對 7700卡 我只要掃了 7700 熱量 OK 我就會掃1公斤 所以我甚至於就會去便利商店 好 我今天就可能只要吃800卡 確實我一個禮拜這樣坐下來 我真的覺得我有變瘦一點 可是我只要恢復正常吃 可能一 兩天 我反而變更胖 真的 這不是已經少少了 你看像那種滑布 滑布一燙30 35分鐘下來 最多五六百卡 對 那個不多 五六百卡還算多 那7700 五六百卡算多對不對 算多 真的嗎 Apple講的重點是 就是說 你們在減重的時候 用熱量控制法是OK的 但是千萬不要忘記 你的一天吃下來的總熱量 不要低於你的新陳代謝 聽懂我這個意思嗎 新陳代謝的第一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你從早上一直躺 躺24小時都不要動 躺在床上 你的呼吸 你的肌肉的慘熱 腦筋思考 對不對 肝臟排毒 腎臟代謝 這些熱量加起來叫做新陳代謝 那這個怎麼算 很簡單 把你的體重乘以24 舉例來說 對 體重乘以24 70公斤的人乘以24 1680 對不對 女生再乘以0.9 這就是你的新陳代謝 聽懂我這個意思嗎 再假設 體重乘以24 這是男生 女生再乘以0.9 這就是你一天最少最少需要的熱量 聽懂我這個意思嗎 好 很多人減重呢 假設你算出來1680 結果你只吃1000卡 好 這些不夠的熱量怎麼來 怎麼來 先燃燒肝糖 再來燃燒脂肪 最後燃燒蛋白質 蛋白質 我的肌肉就是蛋白質 就沒有 我的免疫球蛋白 我的抵抗 抗體 我的結構都是蛋白質 我聽說 男生的新陳代謝是女生的兩倍 沒有 那麼高 你說說 一樣吃東西 吃一樣多東西 可是男生消耗的比較快 對 比較多 對 你看每個長輩 男的都瘦瘦的 女的都變圓圓的 有沒有 奶奶 阿嬤 老的女的 你碰到瘦的長輩 好 對 許惟老師講這個非常正確的概念 就是你知道新陳代謝跟什麼有關係 跟性別 跟年紀 跟年紀 荷爾蒙的變化都有關係 對 還有跟心情都有關係 真的喔 對 憂鬱的心情 新陳代謝會下降 對 很High 很亢奮的時候 新陳代謝會提升 對 你知道嗎 對 我們新陳代謝多好是不是 奶奶她 她覺得她一直瘦不下來 然後妳也有少吃 對 然後我們也很忙 妳產物憂鬱也好了嗎 憂鬱啊 有比較好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之前比較憂鬱 她是自己說有比較好 所以我有沒有說中 有說中對不對 就是因為心情造成那個緩慢 對 那個原本的心情 對 那個整個性能代謝會下降 所以妳要快樂起來 對 快樂起來比較好 對… 可是不是心寬體胖嗎 對 你不是快樂寬你就胖 心寬體胖是因為心寬 就是心情愉悅 妳就會大吃大喝 來者不去 所以因為這樣導致發胖的 所以現在都不動了對不對 對 好 現在只有一個方法 跟著潘老師直播好好跳吧 好 好 對不對 不好意思 老師說妳客人 不是說客人 學生 學生 她們付學費 也是學生也是服務客人 是她的恩人 是她的恩人 不是妳那個臉 妳得看我好 妳要幫我當課 我們客人也付不少錢是誰 對 金主 再生父母 對 是不是 對不對 她們有沒有這種憂鬱 就是很嚴重 我跟妳說 我班上唯一一個學生非常 就是所有的學生 他們唯一最好的一點 是沒有任何的憂鬱症 真的 我班上的學生 因為喜歡運動 來上課的人 其實她是非常亢奮 她是非常開心的 她的腦內飛 她自然就會產生一種情愫 那種感覺 就讓妳覺得我很快樂 在那個環境裡面 所以基本上妳看 每一個人來其實憂鬱不好的 或者有憂鬱症 或是有那種很遭遇的人 來上課回去 這一個月回來有變化非常非常大 所以運動很多正確正確 每天運動30分鐘 真的 大概兩個禮拜以後 心情就開始癒熱了 真的假的 血腥速度開始增加 你倒不是說一定要很大量 不用 只要動起來就好 你運動會產生什麼巴多胺嗎 多巴胺 多巴胺 對 還有那個腦內飛 腦內飛 就會讓妳提升那種抗分的心情 我跟私上最近不是迷上騎小汗車 對 因為我先生 男生也有更年期 對 所以我現在前一陣子就覺得 比較不好睡 看遠方 更年期現在提前 會嗎 出更線的男生更年期就提前 45歲就會有 沒有看遠方 就是有的時候在合體 就看遠方 對 然後就這樣 是累 怎麼鹹鹹的 原來這是眼淚 對啊 不會這樣嗎 沒有 因為妳有來嗎今天 所以我是說 前一陣子有什麼英國 什麼脫歐 美國總統大選 就是有很多那種影響經濟 或不預期的一些消息 就讓我今天比較不好睡 後來我們就去騎腳踏車 我們去騎那個 有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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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合體 很奇怪 騎個半小時以後 整個人就 開朗 而且會迷上去 第二天一直想要去 對 找那種 真的 我真的是不生其擾 因為妳要看劇 我不喜歡運動 我要看劇 太不連貫了 那個情緒 若婉影 妳看我累得要死 我現在找去騎車 若婉影還是 比方說 她就是隨時隨地有空 她就是找去騎車 會上癮 老師那妳沒事看完 我直播的時候 妳是不是很開心 我喜歡看 她沒有喜歡看 對 但是妳開不開心 那是妳好笑 我也沒運動嗎 開心對不對 但至少妳看這個東西 是開心的 妳其實是看著人家運動 妳都會覺得開心 妳的心情就會不一樣 對 對不對 那種活力 因為妳在那個氛圍裡面 妳就沒有辦法跳出去 妳就不會覺得自己 好像妳非要去坐在那個電腦間 我們說 我常常跟學生講 妳就來 真的這樣覺得 因為我有一次 就是因為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就一直大哭 是大哭 是大哭 然後剛好那天潘老師就很好 他就APP我 叫我去上他的課 擦乾眼淚就去了 出來之後 開心 開心的 笑著出來 妳是為什麼大哭 我忘記那時候為什麼大哭了 我忘記了 不要一直鑽我的東西 對 鑽你的東西 我就是來鑽的 所以他 對 運動真的 真的可以 妳試試看 我看到那個 相信我 發生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真的是充滿活力 對 那個活力 因為老師他每天都要做這件事情 他可能看人也很精準 對 他會知道哪一個是 可能是剛入行的人 包含你站的位置 會 你會站比較角落的 或者是後面 比較沒自信的 你會開始慢慢帶他 就是這樣的 真的 對啊 超提倡的 不要怕來 不管誰你想要想運動你就來 站前面也好 站後面也好 我們常常常有教無類 對不對 有交錢我們就不分類 對 所以請 對 這就是我跟你說 在我的班上 為什麼你可以有這麼開心 對 這麼有開心的態度 就是我會講些東西 讓你開心 你付錢就是學生 本來就是啊 對 講錢 傷感情對不對 我們常常這樣 我們看 沒錢不要來 對 我們班上你看 有時候你直播的時候 你發現 實際 我跳我的 他跳他的 音樂放音樂的 對 大家開心嗎 開心嘛 對 你想那麼多幹什麼 失控 對 太奇怪了 你一直自己放進去 少半天是你的錯 你是上錯教室 好 竹子 那我的狀況是因為 像減重或減肥 就一定是少吃嘛 對 那什麼叫做不要一下子 減掉那麼多卡路里 到底怎樣 就是是適當的 因為像 對 大概幾%是什麼 應該怎麼控制 因為像我有朋友 靠斷食啊 少吃啊 就真的是瘦到一個不行 可是也有反效果 是有些朋友 因為這樣的方式 瘦得太快了 連皮都垂 可能還要吃一些膠原蛋白 還是什麼的 才可以恢復 到底為什麼可以差這麼多 對 其實最正確的做法 你先了解一下 究竟你適合哪一種運動 等等專家報給你知道 我拼命做一些劇烈運動 我就可以燃燒一下我的脂肪 我們這樣說 什麼叫做體適能 身體如何適應環境的能力 它稱之為體適能 你先在那個環境裡面 哪些東西是你適合 跟你不適合的 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方法 但是哪一個是適合你自己的方法 這個比較重要 知道 真的很好喔 所以正確的做法 其實先了解你的新陳代謝 大概一天需要多少熱量 然後你只要今天 體重成 24 女生一定有 對 好 非常好學生 好學生 有在聽 對 如果你會算的話 你就把它算出你今天 應該吃的這些 就是你的熱量 然後 因為 因為我們除了新陳代謝以外 我們還會有一些活動 舉例來說 新陳代謝這麼多 你知道嗎 那個是躺著一天 但是你總不會躺一天吧 對 你還會坐著 你會走路 有些人就是不得不躺 OK 時候到了 不是 不是 累了會 那躺著的人 他也要吃東西對吧 吃東西還會幫你燃燒熱量 對 那個叫消化產熱 我們冬天一吃 覺得渾身發燙熱熱的感覺 那個就是消化產熱 消化產熱也是大概消耗掉 這個新陳代謝的10%的熱量 不睡覺是不是也容易發痛 對 不睡覺 那個是另外一個睡眠的問題 睡眠的樣子 所以我在教橘子就是說 你把這個基礎代謝算好以後 你只要吃這樣的熱量 不能低於它 低於它的話 你就會去耗掉你身上的一些蛋白質 所以很多撿得太快的人 會出現什麼問題 掉頭髮 為什麼掉頭髮 因為頭髮就是需要氨基酸蛋白質 對 你沒有了你當然就掉了 是這樣的東西 這個很嚴重 很嚴重 對啊 我剛剛的減重 減重是不要有這種事情 對 我還遇過那種 減重減到耳鳴 對 好像會有 我們班上減重減到 眼神都對不到焦了 判斷 我之前就是參加別的節目 然後她是舉辦 那個女藝人減重比賽 然後那時候我就拚了命的 死命的減 一個月瘦了6公斤多 結果到攝影棚的時候 人家說你是不是吸毒嗑藥 因為整個眼睛都晃神 然後我無法對焦 別人在講什麼你都聽不到 然後而且前一天 像你現在在看哪裡 你自己知道 我要看監視器 你是看 你知道你的對焦是對的嗎 1號機 1號機 然後我就好 2號 剛12號現在變1號了 現在1號了 沒關係 然後 然後 你看 忘了 就是 減重過量也會有多量 對 然後前一天錄影 要去錄檢查之前 我去買氧氣筒來吸 因為我一個月6公斤太快了 就是消耗太多 不該消耗卡路里 所以我的心臟受不了 因為我本身就有點心臟病 所以變成說 家族的 對 家族 算是嗎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 可是我就本身有心臟病 所以我那時候 就去買氧氣筒回來 一直吸 而且你知道我以前減重 就是如果較長減 都不會瘦到胸部 可是我那時候 一個月瘦6公斤的時候 其實我那個時候 胸部縮水還滿多的 有點渴 還滿 對 一公斤是2.5寸的胸部 所以都是脂肪 你減掉一公斤是2.5寸的胸 就會變少 這是很正常的 對 那個減重 有的女生 多半的女生都 胸部都會縮水 因為脂肪的比例很高 但是少部分的人 胸部居然沒有變 真的 有這種的 因為她的胸部 太硬 乳腺比較多 太硬 脂肪比較薄 但是這個不是什麼好消息 為什麼 因為如果純粹是乳腺的話 它老流很容易下垂 對 後面那個布袋奶 奶多就是這樣 對啊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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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個月 一個禮拜 你說一個月6公斤 對 一個月 菜還差不多 差不多 一個禮拜大概1.5公斤左右 這已經是職業選手 要掉的體重 對 那怎麼樣瘦可以不要瘦到胸部 我覺得這滿重要的 因為女生一直在減肥 很難 其實這個跟體質有關係 我跟你講真的不容易 對 有的人說什麼按摩 或者是塗什麼東西 其實那個效果都優先 按摩其實多多少少 一點點幫助 沒有 我這麼多年 只是說你真的是完全說 我只是靠按摩然後來減肥 你也有經驗 不過不太可能 因為以前有在教人家 做身體的按摩 胸部 胸部 身體全部都有 它是有幫助的 不過確實講的沒有錯 它不可能說你 只有抗按摩那邊 就不會瘦 就瘦不到那邊這樣子 不過跟姊妹濤就是這樣子 對 它很瘦 可是它的胸部 就是還是很有能量 很棒 對 因為我們從小都認識 它那是天然的 就是修院醫師說的 對 不過有很多人他可能想說 那我可能要減掉卡路里 可能有人說 那我不吃澱粉對不對 對 甚至我連肉都不太敢吃 尤其是像紅肉那些 都不太敢吃 不過我覺得你還是可以 正常的去均衡飲食 就像剛剛確實講 你把你的熱量大概算出來 如果你還是很怕的話 現在還是有再出另外一種 是這種的鮮食包 你看它多好吃 它有黑胡椒牛奶 然後它有東坡肉 熱量多少 然後它也有 它也有公飽雞丁什麼都有 然後它這個都有計算過 然後它這個一份的熱量是 像這個黑胡椒牛奶 一份的熱量是63卡 比剛剛那個還低 對 然後老師你再嘗一嘗看 裡面沒有肉吧 有 它的肉在這邊 怎麼可以 有看到嗎 這個也是我自己喜歡吃的 這個飯是我自己加上去 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吃澱粉 所以你自己看 你要不要攝取多那麼多澱粉 63卡 所以大家要不要幫我們吃吃看 很好吃 真的 要嗎 黑胡椒牛奶 對啊 有牛肉嗎 你們撐得住嗎 這個就是牛肉 你看那個鏡頭在晃的時候 大概就是撐不住了 它牛肉沒有很多就是了 它是鮮食包 63卡 對 不過它還是讓你 多多少少攝取到一點 好厲害 63卡 放心 不香 不過也不能安慰攝影師 其實我們這邊還是有聞到 都味道還滿好吃的 滿香的 可以吃一口 你想吃嗎 它比如說像有 你不吃你有豬肉的 我的意思是說你還是均衡飲食 不要說我捨棄掉 捨棄掉澱粉 捨棄掉肉 蛋白質捨棄掉這樣子 我就不要 你還是 對 然後你可以選擇這種 熱量稍微低一點的 然後來搭配的食用這樣子 好棒喔 好 來到第一條了 只做強度大的劇烈運動 好有效吧 對啊 因為我之前就拿到 健身房的試用券 那我想說免費的一進去 就是想說要死命的跑 我就一上那個跑步機 我就調到8 調到9 我跑到我那個舌頭都出來 這樣子跑 對 夢狗 夢狗 那個健身教練就跟我說 如果你是想要減肥的話 其實快走會比劇烈的奔跑 來得有用 但是我想說 如果劇烈奔跑 流的汗比較多 對啊 到底是哪一個 應該是 要有持久的概念吧 因為像我就是之前想要減肥 我覺得一個禮拜可能會去上三次飛輪 然後或者是去上那個TRX 就是讓自己就是很劇烈的運動 TRX 對 可是就覺得全身痠痛 線條有變比較好 可是沒有變瘦 肌肉量增加 對 可是不是說可能我們 就是運動30分鐘之後 才會開始消耗脂肪嗎 可是為什麼我都沒有變瘦呢 這個量算大嗎 對啊 可是像我老公那時候婚前 然後就愛漂亮 本來90幾公斤 然後每天去游泳游2000公尺 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所以他大概一個多月 他就從90公斤 瘦到75公斤喔 對啊 6公斤啊 對 5幾公斤 但是因為我們生完小孩之後 真的沒有時間了 所以他現在都要負胖到80幾 然後我們兩個都有共同的點 就是我們都是胖前面的肚子 跟鮪魚肚一整圈 所以我想說老師 我真的等不及直播 你可不可以現在教教我們這些 忙碌的媽媽 有什麼運動可以啊 對 好 大家一個迷思 就是你必須要先了解一個 正常的一個管道 這30年來 我這30年來的一個經驗 再告訴你們就是 每一個人進健身房子 其實有一種心情 那就是他是 他就想說我竟然難得來一次 你拿到這個券 他就想要把裡面 所有的東西玩一遍 對 我不來 我白不來 對不對 然後我拼命做一些劇烈運動 我就可以燃燒一下我的脂肪 我們這樣說什麼叫做體適能 身體如何適應環境的能力 他稱之為體適能 你現在那個環境裡面 你哪些東西是你適合跟你不適合的 再一個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就是各個專家 各個老師 各個的減重老師 都會教你怎麼樣做一些方法 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方法 但是哪一個是適合你自己的方法 這個比較重要 我會告訴你 你先燃燒你的脂肪 先燃燒你的脂肪之後 你的肌肉量就會變小 就會變多 自然你就會瘦下來 為什麼 因為你的脂肪層是在上面 我跟邱石也講過這個事情 我們兩個也商量過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也在研究過這樣的事情 你是要先燃燒你的脂肪 還是要先減少你的肌肉量 哪一個 哪一個 我跟你說 如果今天是以我的游泳來講 我們說一句坦白話 我今天要做你所有局部的地方的塑身 那是不可能的 不要騙自己 我們也不要騙別人 一天練一走 對 你固定一樣東西 你只要譬如說 今天我做胸肌 明天我做腹肌 後天做股四頭肌 就是每個部分你分開來 然後再來就是 你先燃燒你的脂肪 讓你的脂肪量變少之後 你的肌肉量自然就會變大 你的重量是不是就減輕了 對不對 你可以做一個整體性的 像小潔來上課跟他知道 那一陣子他是最健康的 那一個多月 他大概就瘦兩公斤到三公斤 他是以健康的方式 他掉下來 他不會說我掉下來之後 我的腿變細了不會 他是整體性的掉下來 所以你給人家看到說 小潔你怎麼少了一吋 你怎麼少了一號 其實是這樣子 你不要很刻意說 我只是針對某一些地方 我卻部位 你把整體性的燃燒脂肪做完 就是有氧運動做夠 之後你就會很FIT 就會很漂亮 整個人都變小肌肉 我們現場要跳嗎 當然… 說一張當 這樣好了 我們現在的教你的東西 就像我們在直播一樣 帶大家一起 今天有難度有經驗大家 來… 來… 我們老邱今天都跟著一起來了 來… 是不是 我們今天都來了 其實我們說 我們怎麼樣 適應自己在家裡 每一個在家裡 有沒有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這個時候該放下來的東西 都放下來了好不好 這個時間做一做 只要好好睡一個覺 真的 動作不要拿也要很輕鬆 因為等一下 我先把動作先交給你很簡單 這種動作你大家都會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很輕鬆 對 媽媽每天在抱著小孩子 做一些運動 是不是很輕鬆 我要你一個一個兩個會不會 來 一個一個兩個 這很好 一個一個兩個 就這麼簡單對不對 老邱動作大一點 很好… 對 就是這樣 這樣會不會很難 不會對不對 對 你就輕鬆的隨性的擺動 你不會跳沒關係 但是你一定要會叫 會叫 你不會叫 那你就笑 你要叫 把他叫出來的感覺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手做一些伸展 平常我們做一些工作量太大 做一些伸展的動作 一個一個兩個 對 然後一個一個兩個 這樣有沒有很難 沒有對不對 沒有很難你還 對不對 老師沒問題 沒有 沒有 是不是很好很好 第三個問題是 我們做一個側身的動作 轉一下 原地這樣轉會不會 這個你都會 厲害 邱醫師你看 真好你看是不是 很好很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做一個擺動 身體的擺動 這樣會不會 輕鬆的擺動 好 再一樣 輕鬆的擺動 我要你隨性的擺動 兩個動作連在一起 這樣也沒有問題對不對 接下來好難是不是 好難沒關係 往北走一點 往北走 他就不難了 好不好 然後直播就是掺紮一些冷笑話 對 所以說 所以說他會開心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會開心 手向上這樣擺動 這樣會不會 這樣會不會 試試看 來 你看看 上誤力 賴賴你還是回家帶小孩 還好啦 好不好 對 就是這樣 他要產後猶豫 講話小心 我真的產後猶豫 賴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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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 好不好 大家爽快就好 那個動作都不難嘛對不對 好 那我們每個動作很輕鬆 輕鬆簡單一點 四個八拍 好 觀眾朋友這個時候 你抓好了跟著潘老師一起來 音樂老師我們就看 老師沒有下飛 好 給你一點音樂 光聽到音樂的感覺就很舒服 來 試試看 大聲一點 有沒有 再大聲一點 老師大聲一點 衝動 你看我 來 第一個都有 來 很快喔 再一次 很好 再一次 再一次 快 對 都會了 很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準備第二個動作 上手之後擺起來 丟起來 再一次 怎麼那麼快 當然要快 音樂要快 當然是要快 很好 這樣心肺功能才夠 對 就是這樣 老邱看前面 來 下一個動作 轉身走位 有沒有 是不是這樣 這樣有沒有問題 再一次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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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最後一個下手往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再來一次 下 上 好累喔 還沒開始 換邊 下 上 下 上 再來一個 再來一個 亂七八糟 好可憐 好可憐 左右邊擺動 左右邊擺動 左邊身體 身體 好 來喔 最後一隻 原地跑步跑起來 跑起來... 叫出來... 好可憐 謝謝 哈囉 我們速度比腳的速度快兩倍 好 這樣 好 輕鬆一點 好 輕鬆一點 很好 講述不著了啦 沒有感覺 有沒有感覺 好 好 還有我們要繼續... 繼續對不對 好累啊 來啦 現在還是我們的啦 好累喔 可是他早回家回去也被老婆念 對啊 謝謝他老師 有機會來了 謝謝 謝謝